新店区双城桥是安康路三段与双城路之间往来联络的主要桥梁 为了保障民众行的安全 近来增设了人行道 让人车可以分流 双城里里长黄灿黄指出 近年来因为居住人口增加 车流量也随之增加 但由于双城桥桥面狭窄 也没有规划人行空间 导致经常看到人车增道的危险景象 近几年来因为社区住户的增加 车辆的增加 要造成人跟车增道的险境还生 我们在四年前就跟我们陈议员永福先生来陈情 在我们陈议员这四年来 努力不屑的协力争取 总算再历经五个月的时间来兴建 总算圆满的完成 新增设的双城桥 人行道长约30公尺 宽约1.5公尺 小小的人行通道 历经了四年时间争取终于完工 会那么不容易 是因为桥端两侧 涉及到土地处理问题 新北市议员成永福表示 借由专业度的考量协调 以及里长努力的沟通 最终让事情圆满解决 也让居民有了一个安全的人行空间 当初抗性也很大 那经过里长跟他沟通以后 那他也欣然同意 那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占用国有地的问题 那占用国有地的问题 依照那个公共工程补偿办法 第三份也有补偿 那委建户他才欣然接受 那后来才促成这件事情 双城里里长黄灿黄表示 在五个月的施工期间 非常感谢里民的体谅 有关于居民反应的积水状况 已经请相关单位注意 后续会持续改善测钩排水问题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